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 这句话在今天依然被视为名言 从小就接受着这种理念熏陶的我们 在成为父母后前父后继地涌入了育儿的大门之中 对孩子的教育越在意 我们就越担心 因为我们发现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 孩子的问题是问题吗 这本书的作者是知名的亲子作家李征荣 他写这本书是试图回答大家的困惑 来 我们一起听他聊一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征荣 在我的第一本书 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 亲子阅读中的秘密出版之后 我收到了很多爸爸妈妈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就写了两年的亲子问答栏目 后来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整理 结极出版 刚开始 我想把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不要恐慌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新手父母 和即将成为父母的朋友们一句话 不要恐慌 但是出版社说 这太不像一本亲子书名了 倒像是一个野外生存手册 或者什么末日生存手册 最后就改成了孩子的问题是问题吗 从本质上来讲 这两个书名我都想表达同一个意思 就是不要放大孩子的问题 我在书中引用了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如诗人里尔克所说 有一天你走着走着 某些问题就消失了 不再需要解答 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我在给父母们做讲座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好多好多的问题 现场问我 比如说 我的儿子很喜欢玩洋娃娃 这个怎么办呢 哎呀我的小孩做事情总是磨磨蹭蹭的 我们家小孩管着他吧 他还偷偷摸摸地看电视打游戏啊 这个怎么管呀 这些问题呢 有很多的共性的问题 也有一些奇迹怪怪的 不太一样的问题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很希望能够跟父母亲一起来思考 让你烦恼的这些问题 真的是孩子的问题吗 真的需要我们大动干戈地 想办法去解决吗 与其说要解决孩子的问题 不如说我们来学会接纳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 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做不到的 孩子做不到 我们期望的东西 做不好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生气 因为无条件的爱 其实只能存在一个人的心里面 或者是暗恋的关系里 只要是建立了连接 彼此肯定是有要求的 只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数学呢不是很好 大家可以拿个笔来算一算 你的小孩现在是几岁 到他18岁要离开家 去上学去工作 那么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 跟他在一起呢 大家做这个简单的简法的时候 一定要减掉孩子上学的时间 你上班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 你忙忙碌碌 在家里面干别的事情 你们互相呢 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时间 算下来 我们全心全意的 在一起的时间 能有多少呢 在这么少的时间里 你又希望怎么去度过呢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答案的话呢 我就给你讲个故事 你来听一听 你是不是想这样 跟你的孩子度过 在我的小孩四岁的时候吧 我带他去参加了一次夏令营 那个夏令营的带队老师呢 听说是一个特别会管理 特别严格的一个老师 在夏令营的时候 我发现他对其中有一个小孩 非常严厉 无论吃饭呀表演节目呀 他一直呢给这个孩子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后来从别的家长那里听说 这个小孩啊 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小孩 反而是这个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小孩 而且是这个带队老师的儿子 我当时就惊呆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是母子关系 因为在我看来 那个男孩一直在想办法躲开他妈妈 一直想办法自个儿待着 在那个妈妈呢 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批评孩子的时候 孩子的脸上没有什么难过 很麻木 就是在忍 听到这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刚才我们不是做了一个数学题吗 我们实际上跟小孩在一起 时间很短 我们希望孩子优秀成功 非常重要 可是在我看来 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有狭义的成功 这一件事 再说回那个故事 我看到那一幕心里很难过 我真的很不希望我跟我的孩子 将来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天晚上呢 睡觉之前 我就跟我儿子躺在床上 我像以前一样 给他讲睡前故事嘛 聊聊天 我就拍着他跟他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现在虽然很爱我 很黏我 但是你长大之后 就会越来越不喜欢我 因为我可能会变成一个 让你讨厌的妈妈 我讲完之后 我的小孩就哭了 他抱着我说 你为什么会变得讨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是我也很后悔 也许我说的这个话 不适合他这个年龄吧 后来呢 他又长大了 我们一起散步 有一天我问他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去夏令营 认识一个带队老师 还有他儿子 我还没有说完 我的孩子就说 我当然记得 当时妈妈 你没有变成那个 我很讨厌的妈妈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能够接受一个 不完美的妈妈 孩子很大度地说 算了 虽然你呢 也不是很正常 但是你还是可以改造好的妈妈 我真的很感谢 我的小孩接纳我 那听完我跟我孩子的故事 我也想请大家来想一想 这个接纳的奥秘是什么呢 他不只是我们单向的去接受小孩 他不完美 而是我们彼此都接受 我们彼此都不够完美 我们当然可以对孩子有要求 孩子可能也会对父母有要求 但是这个要求不是为了攀比 也不是虚荣 而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成长 孩子不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他们也不是一个仪器 孩子就像树苗一样 他需要阳光与路和我们的爱 我在这本书里 孩子的问题是问题吗 回答了大概50多个问题 虽然他们都来自生活中 每一个父母亲的提问 但是我想 通过我的回答 传达出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 我们需要解决的 让我们为难的 痛苦的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这个问题 折射出来深层的背后的含义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接纳 一个不完美的小孩 第一步就是 不要恐慌 我挺喜欢这书中 写的一些句子 其中有一句想分享给大家 这句话是这样写的 养育孩子的过程 促使我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 我逐渐理解了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罗杰斯的话 爱 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 不理解的爱 是盲目的爱 不接纳的爱 是自私的爱 听完李老师的分享 我也想问您一句 您觉得孩子的问题 真的是问题吗 也许啊 在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之后 就会发现 不完美的自己 不完美的小孩 那都是正常的 不必恐慌 学会接纳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 好了 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 孩子的问题是问题吗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